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拖累全球经济复苏 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 7月8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枪击 经数小时抢救后不治身亡 终年67岁 日本政府为其举行的国葬仪式在日本社会饱受争议 引发接连抗议 安倍晋三意外遇刺身亡 令其所在的自民党最大派系安倍派陷入群伦无首 后继无人的境地 引发派系分裂和党内地位下降的危机 此外 安倍遇刺正值日本参议院投票前夕的敏感时刻 自民党借此赢得同情票 修宪势力在参众两院都已掌控三分之二以上席位 加速修宪进程 9月6日 英国前外交大臣特拉斯正式接任首相 然而 仅45天后 特拉斯就在高涨的不满声浪中被迫宣布辞职 特拉斯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一经出台 便引发英国股市 国债 英镑同时受挫 支持率大跌 英政府被迫撤回新政策 特拉斯本人也已经下台 9月26日 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 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遭到多处破坏 泄露区域发生水下爆炸 经调查 各方一致认为是蓄意破坏 北溪管道事关欧洲能源安全 能源供给减少 进一步推升能源价格 能源危机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下滑 加剧欧洲困境 7月13日 斯里兰卡时任总理维克拉玛辛哈 宣布实施国家紧急状态 宣告国家破产 斯里兰卡因经济崩溃而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总统和总理先后辞职 斯里兰卡欠下上百亿美元外债 成为2022年首个停止支付外债的国家 联合国数据显示 粮食 能源和金融危机 已导致70多个国家 不斯里兰卡后尘陷入债务违约 5月7日 英国报告出现首例猴斗确诊病例 此后 欧美多国相继报告出现首个病例 7月23日 世卫组织宣布猴斗疫情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迄今超11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出现猴斗病例 死亡病例超200例 且绝大部分来自非洲 凸显全球医疗卫生领域的巨大鸿沟 1月14日和15日 汤家的红阿哈阿帕伊岛发生海底火山喷发 并引发海啸等严重灾害 造成6人死亡 10万多人受灾 该国农业 畜牧业 渔业和旅游业均遭到毁灭性打击 此轮火山喷发规模 创100多年来最高纪录 释放能量是广岛原子弹的数百倍 日本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多国 相继发布海啸预警 世界银行2月评估称 汤家火山喷发及海啸造成的经济损失 超1.25亿澳元 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